最后我想谈谈这个神国增长的实践性 我们可以以刚才的那些的经文 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服饰里面 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层面里面 第一个就是Dream Big 远大的梦想 当然我们有远大的梦想 并不是说我们要梦想有大房子 大车子 不 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要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然而我们梦想的要怎么样学习更像耶稣 怎么样学习他 我们真的是要学习耶稣如何的实践 每一个的他的教导 所以在第二点呢 就是Start Small 由小开始 然后我们的梦想是要大 但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必须由小开始 就像一棵芥菜树是由它的芥菜种子开始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面团呢 也是一样有小小小小的叫 然后放在面团里面就越发就越大 所以耶稣不怕由小开始做起 所以耶稣的梦想非常大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里面看到 耶稣在世上想的是什么 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 透过福音要将这些人能够得救赎 那个就是他想的东西 确实想得非常的大 耶稣怎么样开始呢 由十二个普普通通的人开始 耶稣不怕由小开始 可能你说我没有时间啊 我赚钱比较重要啊 我现在服侍的教会 很多都是在挣扎在这个方面 没时间啊 不太忙了 不太难了 耶稣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耶稣只有三年的时间 他就是这样投入 在他的事工上面 你可能会说 哎呀我不像那些讲道者 那么那些的大讲员这样站在台上 我不可能成为去到世界各地的宣教师那样伟大 你可以有大的梦想 但是今天就从小开始做起 可能在主日学方面 你就可以奉献出你的时间 在培训方面 教导方面 你可以奉献出你的时间 带小组方面 你可以奉献出你的生命 来生命影响生命 如果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我相信你在十年后 在二十年后 你会看到这些人 被你影响的人 就是未来的神的仆人 第三点就是 更深的建造 不单只是用大梦想 而且由小开始 我们还要祷告 明不经理他 就是我们的梦想 我们要更深的来建造 更深入的去栽培一些人 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这些我们的羊群里头 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2020年 2020年是一种浪费的一年 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我不认为是这样 起码我们可以在主里面 可以安静下来 起码我们可以学习 可以上线聚会 做视频来祷告 做视频小组 我们学会的更加的关心 这个就是更深的建造 更深的来关心 在视频的另外一端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鼓励他读经 我们可以鼓励他祷告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 就是慢慢的发芽成长 我希望 不管是新西兰也好 唐将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在我们的周围的人 在我们所服侍的周围的人 都能够得着神的祝福 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听到的就是 你做得好 你是又两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今天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 心察我们自己 让我们能看到 主耶稣你的工作 是奇妙的 我们看到上帝你的工作 是要扩张你的国度 主耶稣 让你的工作也是安静的 你的工作也是震撼性的 主啊 不单只是震撼 还有震撼人性 你也是带来给人 我们周围的人的祝福 我们要成为祝福的管道 主耶稣 我们感恩主耶稣 我相信你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 主啊 我们愿意的来听从你的话语 主 愿意来带领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个层面 包括我们的服饰 在教会 在学校 在各个职场上面 主啊 在我们的小组 在我们的祷告会里头 主啊 我们都要看到人 被你的话语来祝福 主我们要成为 这棵树 这个大树的枝子 能够让 这些鸟儿们 能够停留 能够得着 安息 得着祝福 谢谢主耶稣 我们如此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